這次跟大家分享的自家製滷肉炒涼瓜 材料有自家製的蒜油 另外還有自家製的滷肉 上次我介紹過滷肉 這就是我上次用剩的滷肉 現在一次過用完 另外還有涼瓜 涼瓜我們叫苦瓜 但其實我覺得它一點都不苦 入口只是甘甘那種味 喜歡吃這種感覺的人是特別喜歡吃的 我還記得我媽媽說 她說千萬不要說吃苦瓜覺得它苦 與其你說苦瓜苦 你不如擔心第二次你的命苦好覺 這句說話其實大概是60至80年代 很多人都是這樣說的 我們中國人所說得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 對不對 好了不說就行了 我們現在開始了 接下來就加點鹽 去拿一下苦瓜 讓它苦味就可以出來 我呢 我呢 就不太介意苦瓜那種苦味 不過呢 就不太多人呢 都喜歡吃苦瓜那種苦味 他們覺得苦 但我覺得只是一種甘甘的味 尤其是 我的女兒 所以呢 我就加點鹽去炸 讓它出了苦味 好了 有了它先 遲些再處理 大家看到呢 用鹽去拿過苦瓜之後呢 它呢 現在變成軟了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們呢 就拿點水 去沖點鹽出來 這樣可以洗一下它 好了 好了 我們呢 去沖點乾淨它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不沖點乾淨它呢 變成苦瓜呢 就很鹹了 好了 那沖點乾淨之後呢 我們就要去沖點乾淨它 因為為什麼呢 讓它不要沖點乾淨 好了 那由於這個滷肉本身呢 都是有很多油的 那所以呢 我這次呢 就是剁了呢 大概是一茶匙的蒜蓉 加少許油 然後呢 就把滷肉的油呢 放進去 好了 我把滷肉的油放進去 我一開始不用動慢著的 因為我的蒜蓉已經爆開了 那麽呢 很容易蒜蓉都要拌 好了 那麽我們現在直接就把 苦瓜就倒進去 好了 然後現在就好開大火 開大火 那麽現在就可以炒一下它了 那麽 那麽由於這個苦瓜本身是鐵薄鐵 所以呢 其實都很快熟的 那麽需要擔心 好 好了 那這麽我們再就要把滷肉 炒出來 拌握 加入少许水 滷肉放入冰箱太久 加入少许水 可以慢慢煮热 应该早点拿出来,让它解锅一下 或者我们将它调到一个中桂果 虾肉本身是有味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菜来说是不需要加鱼 但如果你不是用鲁肉,是用猪腩肉,或者是用排骨的时候 当然排骨要腌过,但是苦瓜没有味道 你也要加少许鱼 但是这里已经有味了,所以我反而 加少许糖去调味 因为没有味淋,所以用砂糖 苦瓜来说,其实最夹是放黄糖 比如我们炆苦瓜就放黄糖 如果你说最好,最理想的一定是 有点好像砂糖一样,但是黄糖一样 那种应该更好吃 好了,那就完成了 可以上碟 鲁肉炒凉瓜,很快就完成了 不过在这里我顺带要提提大家的 就是当你自己做了鲁肉的时候 你要留意你所做的鲁肉 它是比较上是咸一点,还是甜一点 如果你的鲁肉比较上都是咸味是够的 那你炒任何菜式的时候呢 就因应你配合了那味菜式的时候 是应该要酌量再加点盐 还是还是加点糖 那这个就因应你自己个人的口味 就不可以一概而论 我告诉你,加两斤盐 或者不加盐 或者加一匙匙砂糖 或者不加糖 这个不可以一概而论 是因应你自己个人的口味 和你自己所做鲁肉的咸甜味 和配合你所炒的菜式 例如炒凉瓜 凉瓜是需要味浓的 所以一定是要比较上咸一点和甜一点 两样要浓烈一点的味 又或者如果你用来炒芽菜的 芽菜本身是淡的 所以很可能你就那个芽菜 你要先加点盐 炒点盐,炒点盐 让它有底味 再配合你的鲁肉 那味就很香 但如果你炒咸酸菜又不同了 炒咸酸菜 因为它本身已经咸味重 那可能你要多加点糖 炒甜酸菜呢 那可能就是不需要加那么多盐 因为甜酸菜本身已经是 甜酸就有少少咸味 所以自己呢 因应你炒的菜式 而调教你加盐和糖的份量 好吗 好了 不趁味了 吃了再说 拜拜